还有这波的疫情也让饭店业的住房率狂跌了八成左右 现在金华酒店就推出了全台湾第一个人才培训课 让员工学习遮被子还有袜子等等的 另外呢三大饭店发给员工一万块钱的通用券 替换枕头套维持正面向上袭击才好清洁 饭店业受疫情重击受拨人才培训课正式启动 雕一架也搬来男女袜子折法大不同 一次训练课最多补入300万元 让员工有薪水也能养尽蓄锐 国际饭店的住房率减了八九成 与其让大家无薪假或失业为了保留元气 让大家上课那是最好的 天字就老爷云朗凯撒跟破天荒合作 发一万块通用券给旗下一万名员工 这次发现通用券呢 主要是由员工原本的旅游基金 再加上业主的扩大加码 总金额呢是高达一亿元 而未来员工呢 可以在三大集团旗下的三十家饭店 来做住宿使用 在饭店业这波减薪筹中 逆时操作把消费留在台湾 我们不放无薪假 我们不减薪 我们不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 全部都放到员工的身上 不止刺激饭店业绩 从观光交通餐饮到购物 预估可创造超过五亿元的衍生商机 因为过去国人 其实他的消费能力非常好 但是有记忆可能时间空间 或者价钱的因素 他没办法在国内消费 只靠自己 靠自己的棋盘 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才有了三方 共同合作 自助 人助 天助 防疫关键时刻 从政府企业到民间 携手合作 就要挺过这波最严峻的寒冬 东森 彩影新闻 留备系统 佛佩鱼 刘子坦 杨昭 朝台北采访报道